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四的深夜,西甲在有較量上演 奧沙辛娜本輪在主場面對艾美尼亞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艾美尼亞至今狀態仍一揭不振,出征更是屢戰屢敗 走坊近期主場表現上可的奧沙辛娜,艾美尼亞無力洗腿 奧沙辛娜站以19分排在西甲中游偏下位置 其間均場得失球比為1.17比1.61 雖防守表現出現下滑,但進攻方面發揮有所提升 其中,安迪布迪美尼亞目前西甲進將8球成為對內頭號得分手 其中5球在主場作戰時入甲,包括兩次梅開爾道 雖近兩輪未臨破門,但陣中環有 奧魯爾迪哈路和摩爾高美斯等攻擊手助陣 如今連續九輪有波入,攻擊力旁有保證 近況方面,奧沙辛娜六輪取得1勝3和2虎 其中3個主場得到5分1勝2和 可見主場作戰能力為球隊增添拿分的本錢 面對戰鬥力有限的艾美尼亞 不妨體可奧沙辛娜延續主場勝職 陣容方面,後衛組漢摩迪卡因相眷近 艾美尼亞是四大聯賽中唯一未開齋的球隊 本賽季補組的任務恐怕難以完成 雖然攻擊力不是西甲最弱 但昆長失2.33球絕對是西甲最差 需要知道的是,艾美尼亞著客時攻守失限的問題更嚴重 期間得失球比為9比24 當前更是處於聯賽著客百連敗之中 本輪走訪奧沙辛娜表現極有限 另外,艾美尼亞上季西甲遭到奧沙辛娜傷殺 期間入1球失4球,差距猶為明顯 而且前者如今已8次對賽不勝 心理層面難有優勝可掩 盡上所述,艾美尼亞本輪在以殺獄而歸不足為期 陣容方面,中場伊迪蘇巴巴停賽 後衛侯保朗文迪斯和前鋒埃干尼等人恩相 決診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